我們看這題 從高處以水平拋出一球 它的水平射程 第一次水平射程是A 然後再來反跳 反跳以後第二次水平是B 那麼他問說 再跳一次 第三次的水平射程應該多少 我們現在帶那個什麼呢 就是說鞋拋的那個公式 鞋拋的水平射程公式 我們曉得鞋拋的水平射程公式 是等於積分支V0.0.3 這個東西可以改成多少 改成是 g分支V0.3S 是凡1 事實上V0.3S就是水平速度 所以都是2倍的Vx 那V0.3S seriner事實上 就牽脂速度 這是Vy 我們曉得說這三次的水平速度都一樣 也就是說Vx 第一次的水平速度是Vx Vx等於第二次的水平速度 反跳以後第二次的水平速度 也等於第三次緩跳的水平速度 Vx 這樣掉下來的話 它的牽止速度是Vy 這個你可以這樣想 想說它從這裡斜胞上來 在這裡是Vy 跳上去以後 它的牽止速度是Vy 我們曉得這個恢復係數 1恢復係數是Vy' 它除以Vy 進來的牽止速度Vy 出去的速度是Vy' 也會等於多少呢 也會等於這裡進來的速度是Vy' 射出去的速度 射出去的速度是Vy' 跳出去以後的速度 突以跳進來的速度 Vy' 那現在我們想得說 這個的話 事實上是斜胞的半個水平射程 這個東西是斜胞的半個水平射程 事實上,A等於多少呢? A等於G分之多少? 如果是全程的話是兩倍 半程的話是一倍 一倍的話是Vx Vy B等於多少呢? B等於G分之兩倍的Vy 這個問號是等於多少呢? Z分之兩倍的Vy 那我現在 把V除以這個A V除以這個A 這是等於多少呢? 這是等於兩倍的 Vx跟Vx不一樣 這是消掉 Z消掉 所以變成兩倍的 Vy 除以Vy 再來 這個 除以這個 問號 除以V 是等於多少呢? 1消掉 2消掉 Vx不讓Vx消掉 水平射程沒有變 那這邊等於Vy Y double prime Vy prime Vy prime 這個都是什麼? 回誤係數 這個是等於一 這是二一 那就知道 這2乘以多少呢? 問號除以V 那這問號就算出來了 問號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2除過去 2A分子路上的微乘過去 微平坦 所以答案是2A分子微平坦